天冷吃火鍋 很多人一定得沾沙茶醬才夠味 但是現在沙茶醬也捲入蘇丹洪風暴 連鎖火鍋店前都宣布 暫時不提供沙茶醬 前都發公告是預防性下架 頂降沙茶醬 希望等檢驗無安全疑慮後 再來恢復供應 但是這讓愛吃鍋的民眾很崩潰 另外其他連鎖火鍋店 則是沙茶醬中標 在臉書上發聲明道歉 表示即日起立刻更換沙茶醬品牌 並且附上檢驗報告 讓消費者安心 蘇丹洪食安問題稍不停 名郭燒意麵業者也遭到波及 加入意麵海鮮還有雞蛋 不過湯頭好像有點清淡 原來也是少了沙茶醬 高雄知名郭燒意麵店業者也選擇 預防性停用沙茶醬 業者也希望趕緊恢復平靜 畢竟生意多少都會受到影響 三宣綜合報導